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蒙不夠江 不是真人不露江 歡迎各位再度收看股市門道 好 禮拜五的晚上 每股市大指數都是下跌的 那今天我們這個大盤 是開低增長走低 所以盤跌82點 那上禮拜五我跟各位講過 我跟各位講過什麼 禮拜五針對大盤指數的部分 因為它佔上9623點 所以我們的空單就做一個 停力回補的動作 那停力回補我跟各位講過 就指數的角度來說 我是不做多的 那為什麼不做多 我相信禮拜五 我也跟各位解釋過原因了 雖然禮拜五的大盤 它佔上什麼 佔上9623點 但是基本上我跟各位講過 我不會在這個位置去做多 我不會在這個位置去做多 我要嘛怎麼樣 等下一個時間轉折 要嘛等轉落的訊號 進行去放空 原因為什麼 原因為什麼 我跟各位講過了 上禮拜五我跟各位講過 上禮拜五我跟各位講過 我跟各位講過 第一個 第一個不會上萬點 那既然不會上萬點 空間就有限 為什麼要做多 這是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 我認為怎麼樣 我認為不僅不會上萬點 而且怎麼樣 而且未來 未來一定還有一波千點以上的大修正 那這個千點以上的大修正 時間點 轉折點 從長線的角度 它會發生在什麼時候 時間點 轉折點 1月23號 這裡 我說過現在進入這個這一段 它會發生在這個時間點 未來會進入修正 所以為什麼禮拜五 我們雖然把空單停力回補了 不去做多 是有原因的 所以基本上 這個大盤 如果從指數的角度來說 如果從指數的角度來說 明年看盤 只有一個重點 好 那這個重點在哪裡呢 我來告訴各位 我們把盤講完之後 再來講股票嘛 對不對 明年 九六一五 九六一五 今天收盤 今天收盤 收在九千五百六十二點 從短線的角度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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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一五點 是它短線的壓力 那短線的壓力 九六一五點 要站上去 它才能繼續往上 否則 它會持續向下修正 簡單的說 這個大盤目前的高點 是九六一九點 九六九九點 以加全指數來說 九六九九點 當天 我告訴你三個理由 我帶我會員進場去放空 從指數的角度 當天我告訴你三個理由 我帶我會員去放空 從第一個成交量的角度來說 從第二個周缺口的角度來 跟各位說 周缺口我跟你講過嘛 不管往上往下的 都是必回補嘛 對不對 這個不是今天才說的 我放空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過了 我說這個是周缺口 這個周缺口必回補 今天又往下補一點了 對不對 到禮拜五 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上禮拜我說有下來補 補一部分 這個高點是九五四二 這個低點九五四九 如果把引線算進去的部分 從引線把引線加進來 九五四九 這個缺口產生在九五四二 你自己看嘛 剩下七點還沒補而已 剩下七點 所以呢 我當時我告訴你 我說成交量 異常量 表示有人在跑貨 周缺口 我跟你說什麼 我跟你說會回補 對不對 對不對 我不是事後告訴你的 我是事前 我就跟各位講過了 還在這裡 我們跟各位講過 這個周缺口必回補 對不對 當初往上的 我也告訴你 往上的周缺口必回補 當時我是看多的 這裡我是看空 所以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經常去放空 不是沒有原因 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是時間轉折 所以時間轉折 我說明天收有沒有收黑 在最高點這一天 我進場去放空 你現在事後來看對或不對 加碼的 回補加碼單 短線保護長線 到上禮拜五 因為我有設停令 設停令的目的在哪裡 為了保護我會員 行情如果有任何的 不對任何的變化 我的會員不會受傷害 做多也好 做空也好 原理邏輯都一樣 好 禮拜五 反正來到我的停令價 操作原則就是 有停令價來 有來就是空手 今天一開就開低了 從指數的角度來說 我設價放空 我設價放空 沒成交 今天這一根 沒有賺到 但是我也沒有讓我會員去賠到 為什麼 因為我跟你解釋過原因了 如果說從長線的角度來說 上個禮拜我跟各位講過 為什麼我補完空單之後 我不做多 我告訴各位原因 第一個 不會上萬點 空間有限 第二個 未來不僅不會上萬點 而且怎麼樣 而且還會有一波千點以上的大修正 時間點我都有送給各位 其實在1月23號 這一天已經預告這個時間轉折了 不是現在 好幾個月前就預告好了 這個時間點離現在不會太遠 所以為什麼不做多 是有原因的 我們可以等轉落空 可以怎麼樣 可以等下一個時間轉折 但是就指數的角度來說 是不能做多的 在這個位置是不能做多的 因為怎麼樣 因為既然不會上萬點 空間有限 做多的風險就一定怎麼樣 一定大於利潤 因為沒有空間就沒有利潤 而且不僅不會上萬點 未來一定還有一波千點以上的大修正 所以為什麼不做多 這個是有原因的 好 那既然這個大盤 往上的空間有限 往下 將來 勢必有一波 回檔大修正 我請問各位一個問題 什麼樣的股票你要避開 最基本的 什麼樣的股票你要避開 是外資買超最多的股票嗎 我告訴各位 剛好相反 外資買超最多的股票是你要避開的 不是你的標的 基本上大盤如果往上沒空間 往下有空間 各位投資朋友 第一個 第一個 會跌的一定是全資股 中小型股我們等一下再來談 會跌的一定是全資股 這是第一個你要有的概念 第二個你要有的概念 是什麼 是外資手上買超最多的股票 這個是你要有的概念 為什麼 因為當盤勢一反轉的時候 我請問各位一個問題 外資一定會去調節什麼 調節他手上庫存最多的 縱使他告訴你100個理由 他看好看好多少價位 那些股票你都要避開 而且怎麼樣 而且這些股票都是什麼 都是GEO的全資股 比如說台積鏈 對不對 上禮拜三我放空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什麼 我是不是從三個角度來跟你談 哪三個角度 第一個角度 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第一個角度 我們從短線的角度來說 我說台積鏈這個向上都有缺口 向上都有缺口 2330的台積鏈 這向上都有缺口 那這個缺口 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這個缺口未來勢必回補 我們跟你講一定回補 台積鏈今天收盤剩145.5 我放空的時候151塊 你說賺很多嗎 沒有 對不對 對 因為這種股票你要讓它跌停 坦白講 不是沒機會 但是不容易 不容易 一年可能看個一次兩次 但是基本上 我放空的時候 我告訴你的理由 我告訴你未來會發生的現象 它有沒有出現嗎 包含未來我跟你講 大盤不僅不會上萬點 而且會往下修正1000多點 1000點以上的大修正 我相信你也不相信嘛 一樣的道理嘛 那我們現在來檢視嘛 我告訴你我放空台積鏈的同時 我告訴你三個理由 一個短線的理由是補缺口 今天台積鏈往下 有沒有向下補缺口 你自己看就好了 缺口在這裡 這個叫缺口 這個缺口區在這裡 有沒有向下補缺口 有沒有印證 我是現在還告訴你嗎 我是不是還沒補缺口的時候 我就告訴你了 我就告訴你怎麼樣 我就告訴你這兩個缺口 未來一定會來回補 這個是第一個我告訴各位的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我說週限 3月4號那一週會收黑轉折 這個是中限 中限上個禮拜我跟你說什麼 我說週限會收黑轉折 為什麼收黑轉折 因為時間到了 他有沒有收黑轉折 那既然收黑轉折表示什麼 表示他長勢告一個段落 才會有轉折嘛 不然他為什麼要往下 因為怎麼樣 因為時間到了 他就是要收黑轉折 時間到了收黑轉折 他當然繼續往下 為什麼 因為怎麼樣 因為他要下來回補缺口 這個是不是都是我事先告訴各位的 那除了週限之外 我也告訴各位什麼 如果說 從長線的角度來說 長線是月線 這是台積電的月線 我3月4號跟你講的時候 他還是紅的 他的價位還在150塊半 還是紅的 上個月收在150塊半還沒收黑 長線的角度來說 我跟各位講什麼 我說這個月他要收黑啦 為什麼 因為時間到了 當然你可以選擇不相信 因為怎麼樣 因為今天才3月9號嘛 到月底還三個禮拜嘛 但是目前來講 我跟你說的 這個缺口 一定會下來回補 這兩個 不是只有這個而已 我請問你 有沒有向下補缺口 有沒有向下補缺口 是不是還沒來補的時候 我就告訴各位 我跟你說 台積電的中線 中線收黑 有沒有收黑 我跟你說 台積電這個月會收黑 長線也會收黑 沒關係 我們可以等到月底來見證 這是不是好股票 是 這是不是外資手上 買超最多的股票 是不是 另外一檔 聯發科 聯發科在這一天 它開始跌了嗎 沒有 我說聯發科這個叫做 頸線的技術性回撤的賣空點 我講完它沒馬上跌 它還在這裡放了好幾天 它沒有馬上跌 這個也是外資看好的股票 也是籌碼在外資手上的股票 那我請問各位一個問題 我告訴你它賣點 也是空點 有沒有錯 我有帶我會員去空 我只是好心提醒你而已 我在這一天帶我會員去空 我只是好心提醒你 因為我不希望我去放空股票 然後你剛好看到外資的買超 你看好它 我放空一定有放空的理由 大家都跟你說什麼股票會去 我跟人不一樣 我跟人說什麼股票會漏 會漲的股票我跟你講也會漲 對我來說我想講一句話 我說對我來說沒有做多做空的問題 可是對你們散戶來說就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有這個問題 你去想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嘛 各位投資朋友 你去想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你過去 如果你操作不順利賠掉的錢 是做多賠的還是放空賠的佔大多數 十個有九個是做多賠的嘛 那為什麼做多賠錢呢 因為一檔股票要往下跌的時候 你不知道嘛 答案就這麼簡單嘛 不然為什麼你會做多賠錢 所以對我來說 哪有什麼做多做空的問題 我跟你說會跌的股票那就是會跌 而且都是外資看好的股票 而且都是基優股 我跟你說台積電也好 我跟你說聯發科也好 我請問你 上禮拜五 今天 有沒有繼續往下跌 我在這裡告訴你還沒跌的時候 告訴你這個是賣點也是空點 對還錯 我問你對還錯嘛 就這麼簡單嘛 大家都說他股票漲停啊 大家都說他股票漲停啊 那L的股票有誰跟你說嘛 是不是 這種股票要幾張要 都是有錢人在買的啊 那你說有錢人買股票一定賺嗎 高價股嘛 有錢人買股票一定賺嗎 如果連方向看不懂 我跟妳講啦 有錢人會變沒錢啊 那反過來說 如果方向看得懂 沒錢也會變有錢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方向你要看得懂 不管是大盤也好 個別股票也好 再來談什麼股票會漲才有意義嘛 是不是 啊不然我跟妳講 啊有來不 有來不 有機會給妳走嗎 有沒有機會給妳跑 還沒下來妳不相信啊 下來妳相信啊 將來這個大盤 我跟妳說不會上萬點 不僅不會上萬點 最少還有一千多點以上的跌幅 而且那個時間也不會太遠 妳相不相信 如果妳相信我 未來的這一段時間 是妳的機會 不要做錯方向 等一下休息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再來談談其他的股票 我們休息一下經濟廣告 馬上回來 馬上回來 大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和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顧得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顧得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顧得投顧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過股票雙徵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匯咨詢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貼你的投顧 顧得投顧 感謝消費者的信任與支持 得昌豆干 得昌有理 全項產品通過食品安全檢驗 美味合口請安心選購 全新研製值得回味 得昌食品 森田藥妆高純度玻尿山面膜 森田藥妆 超級城市 Dream comes true 增加最容易 超級城市 Super 2 全民買得起 板橋三字頭 機會不再有 全民買得起的 超級城市 Super 2 超級城市 Dream comes true 好 歡迎各位繼續回到現場 台積電 放空告訴你三個理由 短線補缺口 中線轉折 長線這個月轉折 今天向下補缺口 驗證 這個我講過了 聯發科 談到這裡告訴你 這個叫做頸線的技術性回測 也叫做賣空點 上禮拜五 今天 一樣 驗證 過年前也好 開紅盤也好 送給你的紅包骨圍牆 在封關那一天大跌的時候 我跟你講這個叫做技術性的壓迫 到昨天創新高 好 今天亮作壓迫整理 相關的題材 相同的類骨 同樣屬於連接器的 3526 反甲 這一波也一樣 這個是屬於連接器的 一樣是創新高之後 過高之後的整理 圍牆也是 3526的反甲 工業通信醫療 MV用的連接器 好 去年前三季0.76 目前的股價多少 36.35 同樣的 我們來比較圍牆 去年的獲利2塊多 目前的價位 你去跟反甲做比較 屬高屬低 這個是從基本面的比較 好 如果說從產業的 今年 我們把鏡頭拉近一點點 今年連接器的題材在哪裡 4G 4G陸續開台 然後呢 手機大廠陸續推出新機搶勢 對台灣的連接器廠商來說 可以帶來新一波的商機 這個是為什麼最近有些連接器 在往上漲的原因 隨著智慧穿戴 綠能產品 醫療跟雲端 智慧 智慧聯網的商機等產品 應用逐漸擴大 這個是什麼 對台廠而言是另外一個大的利多 這個屬於題材面的部分 所以說呢 有些中小型股 它是不會受大盤影響的 你要避開的 就是所謂的GEO的全值股 而且位階比較高的 不是說不能買股票 你要買股票你要選對 不是外資看好的就一定漲 反而是剛好相反 當外資看好手上籌碼很多的 那些股票反而是你的危機 反而你不去碰 不能去碰 反而要去找有題材的 類似怎麼樣 這檔位階相對低的 三個理由 相對位階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而且產業有 產業怎麼樣 未來有利多 第三個 股價它經過修正後 目前是打底了 底也打出來了 籌碼乾淨 有興趣的投資朋友 不管是指數也好 股票也好 歡迎你 跟著我就對了 有興趣的 加入我們的行列 世界關係 講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機上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還有數位 機上盒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投資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 都有期貨 股票雙證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 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 並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證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是新社會的 舞蹈 我既然不會亂租 地主還要長